人生總會跌下我 用溫熱的雙手 跪走這風波 人生總要奮鬥 幾番風雨繼續走 若是你要擁有 一起靠雙手 師傅 Hello 很久沒拍床上戲 我們來到香港都要拍嗎? 這角度可能不太好 為甚麼呢? 因為我跌了兩萬份 因為我最近都很累 很多工作要做 好像很小 其實我們很久沒拍床上戲 我們都沒有在香港拍床上戲 我給你看看香港 其實這間店不算是和居的 那床上戲是怎樣的? 這間房間已經算大了 算大了 有書桌 有衣櫃 還有一條右邊的內褲 不是內褲是短褲 是電視機 有窗 看到對面樓 有一個窗 大家問我這是甚麼冷氣 馬來西亞沒有甚麼用窗口式冷氣 香港的舊的樓宇 或者是一些 很多都是用窗口式冷氣的 其實你居屋公屋 全部都是用這些冷氣 對 我不知為何他們說少用 樓底也不太高 樓底也不太高 就這樣高 樓底也不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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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居屋三房兩室 這間居屋是大房 很大的了 因為這間居屋算大房 其實香港有一個這樣的房間 雙人床已經算是很厲害了 因為香港真的很厲害 我這次回來也是 覺得樓價還是非常偏高 雖然跌了 跌了 因為價值 其實有幾個問題 這次回來的感覺到 我們銀行做了定期 也有四厘式 四厘式應該算高了吧 算高 那時候你記不記得 我們做M&Twitch的定期 三厘四厘五厘 你已經覺得很高 怎麼現在是四厘 還有 我有一個 回到香港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第一就是 我以前不覺得香港人很快 駐完三年馬來西亞之後回來 真的覺得很快 他最難接受是坐地鐵 其他東西都還能遷就 是坐地鐵很難接受 為什麼呢 在地鐵裡面 他逼來逼去 而且你背著背包 好像會頂著走不到 他覺得你好像背包阻礙著 他會撞你 我看到一個廣告 就說 Please put down your back pack 那我心想 然後就拿到一個禮 他說如果你放下背包 你就會拿到一個禮 我心想這是什麼廣告來的 為什麼後來想想想想 原來就是地鐵太迫人了 每個人都背背包 所以他呼籲人 把背包脫下來 放在腳上 但他們都是禮貌的 他有時不小心撞到你 他不是故意撞到你 但是他不 令人有些不習慣是什麼 他臨出閘 即是要上扶手梯那一刻 高個黑和鑽車 哇 他臨出扶手梯那一刻 還繼續 大家扯著他 那條電梯的右手邊 我頂不住這一刻 我發覺以前我頂得住 我住了三年後 我開始頂不住這一刻 我由他們先走 你走飽了 走到沒什麼人 我才慢慢退 我怕你們 不斷衝 然後每個人都死爭死攝 死爭死攝 我頂不住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辛苦 你先走飽了 你過你過吧 然後 就是因為 左手邊他就留給別人上路 是 那他過去衝去那條扶手梯的右手邊 坐在那邊 他又很有規律 他又不會夠膽霸著左手邊 他又不會 因為其實很奇怪 你的扶手電梯 為什麼會有一邊是不站人的呢 他原來是讓一些人走上路 走上扶手梯 就是你覺得扶手電梯很難 你要走上去 那也不要緊 我已經有時候 不夠人逼到右手邊 我照走左手邊 但是呢 那些人呢 只有一條扶手 都要塞進來 像開車一樣 塞在你前面走到左手邊 那接著呢 其實他無法翻到半秒 在我前面 都是在我前面走的 那他都死要塞進來 那我覺得很頭赤 那感覺就是這樣 我覺得今天很奇怪 一件事就是 在轉車 其實是有幾條線 你轉車是走到對面的 那些人呢 真的跑 跑過去對面的線 真的跑 因為快要關門 他們跑 那不是的 但是我每次呢 其實不要說人家 我們自己的父母也是 哈哈 媽媽好幾次呢 跑一條扶手梯去 我們都捉著她 你不要過著媽媽 先走一班 等等 你急什麼呢 就是我發覺現在老人家走路 我們住完馬上有客人 老人家走路 是比我們快 死了 真的嚇到人 因為你這樣跑 你會夾到的 他會關門的 但他們為了快一班車 他們會沒有生命危險 才會夾進去 跑過去 時間緊要生命 哈哈哈哈 剛才很壞 他看到人家跑 然後他在那裡裝作 我們快點跑 快要關門的 我明天就在地鐵上 這樣就這樣 這個就沒有理會 這個就習慣了 走不來 然後呢 其實我還有另一個 因為回來香港有很多東西 勾起你的回憶 勾著 其中一個很特別的 有時候那些小車子幫我們 車子去飛機場 出入 我客火車 客火車 之前最後 我們在香港走去馬來西亞 那一程 那個客火車司機 我覺得他很好人 年輕人 我們回來這次 基本上找他 他繼續做這一行 所以我們找他幫我們車 嗯 他說了一些肺腑之言的說話 是甚麼呢 我問他 你現在還住在哪裏 是啊 有甚麼住在哪裏 媽媽一起住在那個屋苑 他住在我媽媽的屋苑和她的屋苑 就跟他媽媽一起住 住在一個兩房單位 三百多尺 然後我說 那算多好啊 在香港 我問他交多少錢租啊 1700元 都便宜的啦 就是他駕貨車 和定期幫人送貨 派貨 那些 那 都很努力的一個學生仔 雖然他讀書不是很多 但是他一個很正經 很踏實的一個學生仔 所以我遲時都支持他 繼續叫他 他也都很穩陣 很膠帶地去安排這些車 簡單來說 是香港版Vincent 我們有一個大馬版Vincent 這個香港版Vincent 這個年輕的Vincent 那 我問他 我問你這麼喜歡車有沒有玩車 有啊 以前有玩車的 還有一部私家車 跑車的 後來太貴了 車租沒有租了 就買給別人 我問你現在這輛貨車你擺在哪裏 因為我們香港很多時候用小車子 馬來西亞好少 但是香港很多車子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叫甚麼車子 然後 因為又可以載貨 又可以做人又可以做生意 又便宜 又省油 然後 他說 我啊 你知不知道 我現在租這個車位 比這個房子還貴 那真的多少 然後他說 3200元 一個車子 有限量的私家車車位 要先抽籤 所以你要知道 多艱難 要抽 就算你有車做生意 才反老公 都要抽籤 才拿到車位 去租 就算抽到 都要千幾二千元 但是 屋租才是1700元 就是以公共房屋來計 但是他現在沒有辦法之下 租了一個 地下大位的貨車 因為沒有位 那麼抽到那個 3200元 都要照租 那3200元加1700元 就是大概五六千元 五六千元 至少他和媽媽 應該很便宜 都已經很幸福了 但是 性價比來說好像很高 是啊 現在你在想 因為他要扣車運吃 他不要停車場 不可以 他就在想 出去呢 打算出拍街 誰知道 警察就天天過來抄牌 然後一天抄三次 那你根本不可能是拍外面街 唯有硬掘 硬掘 真的要給這麼貴的停車場費 那 然後 體驗到 他不算是香港最慘的 但是 我那時候說過 想看不同階層的人 實況都告訴他 我問過 要想拍他 他說不行的 你明明不要拍我 一拍全部通行都知道我是誰 其實說真的 他的單位 是比較小一點的 因為他和媽媽住 他是兩房的單位 兩房的單位 應該是有400呎左右 三百多尺 所以你說 一間這麼小的單位 住到兩母子 簡單說 他那是300呎單位 我媽媽住的單位 叫做百多尺單位 單人住宿 那你媽媽爸爸這種呢 就是八百多尺 居屋單位 居屋單位 就是三房一次 你就會看到 這些全部都是公共房屋的 你就會看到不同階層的東西 沒有內地 我們的私人單位 賣了 已經再給大家看 看看有什麼機會 給大家看 那些私人樓 所以你知道 你看到香港的房屋 那時候我們在街上 我們賣了 但我們回到家裡的樓下 給大家拍過一下 那些樓價給大家看 我們家裡的樓下 那你知道 其實新界區 都已經是什麼價錢 那我們就知道 大概香港的生活水準 和水準是怎樣 心中有數 當時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叫居屋 其實居屋就是當年 居者有其屋 那就是當年有一間公屋 就是住在公屋的 因為是交租給政府 那我們就把這間公屋給政府 我們不租了 所以就用這個資格來抽這個居屋 是要抽籤才可以買到這個居屋 這個居屋是要用錢買的 就是這樣 其實當半私人樓 是的 另一個我比較有感受的事 是什麼呢 另一個話題就是 就是 我乘地鐵的時候 發覺 香港的年輕人數目 是比馬來西亞多很多 因為 我在乘地鐵裡面 我看到很多年輕人在我身邊 但是我這幾年在馬來西亞 大部分是中年和老年人來的 然後就勾起我的想法 會不會是因為馬來西亞很多人 你不要看我 你看上面 馬來西亞很多人 那些年輕一輩都出了國讀書 還有去其他地方工作 所以呢 馬來西亞的年輕一輩的懷人是比較少的 因為我真的看到很多年輕人 我很久沒試過這麼多年輕人圍著我 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嗎 是 會不會是 我們沒有去一些流行的商場 不是 因為現在我們 因為我乘地鐵也是 如果你用商場做指標 但是我乘地鐵也有很多年輕的男男女 在我身邊都站著 但是 反過來我去馬來西亞這麼久 少一些 你覺得 那個階層好像沒有了 對 即是年輕二十幾至二十九 二十至三十的那些人 是啊 馬來西亞我看到比較少 壞人 但是我在香港看到很多 我猜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香港不是那麼容易 年輕人能夠走到 他要是真的很聰明 或者有一個方法 要不然他也要繼續在本土發展 但是怎樣做馬來西亞呢 你有些能力 或者家裡有些幫忙 或者自己讀書好 等等等等 其實他可以 撤出一旦轉去不同國家 所以其實反過來 年輕一輩有機會出去 而少了自己國家的機會 比較大一點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提錯 有這樣的感覺 總之經常覺得老牛在我身邊 在這裡才突然間感覺到 你有沒有年輕人的氣息 那麼多年輕人 但是 那些年輕人呢 大了很多 是鎖在味道的 鎖在味道的 即是他們 我不是特意去說他們 我感受不到他們有歡愉 或者是那種 怎樣說呢 有一種衝勁歡愉 或者一種叫做開懷 或者包容 或者一種叫做 體諒 那類的東西 正能量 我看不到 即是不是只是年輕人 我不是說年輕人 中年 或者不同的年紀階層 我都感受到 大部分人 都有那種被壓制 或者是一種生活壓力 或者是一些東西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是不開心的 我看到他的感覺是這樣 即是很匆忙 一就是很不開心 我當然看不到人笑 簡單的說話 即是我們在搭公共交通工具 經常都會見到人 沒有人笑 好 我舉個例子 我去行鄉買餅 我只不過叫他 我買六百多元餅 我買幾盒老婆餅 買六百多元 然後問他 多拿一個膠袋 拿多一個膠袋 套進去 不行不行 你叫我拿小東西出來 進去大樓那裡 我說姐姐 我那幾盒老婆餅 搭飛機回去 你幫我套多一個膠袋 帶進去 行不行 你要他我還給你錢 即是他們 沒有那種體諒 沒有那種包容 沒有那種幫人 你要大嗎 你要大 拿一個小的膠袋出來 我買六百多元 因為我一元也不夠 你不用這樣對我 即是你明明我那種感受是什麼 你明明我那種感受 我又沒有說不給錢 即是 我不是說他不對 即是為什麼你沒有那種包容性 鋒猛大量 這樣對人的感覺 第二 接著買完我問他 我說 姐姐 在哪裡搭的士 你有沒有的士站 你走出街截到了 為什麼沒有禮貌 沒有些令人舒心的說話 你好 沒關係 不是的 姐 你是沒有地士站的 你可以在對面就可以了 即是為什麼你不可以這樣 即是很粗勞 很粗俗 很令人不舒服 另外還有一件事 我經常在街裡 聽到說粗口 我發覺 是不止馬鈴老 我聽過女生 年輕的女生 售貨員穿著衣服 但離開了店舖 然後學生我沒有看到 年輕的 斯文的 在她身邊不斷 我不是說她說粗口 而我發覺 以前可能我自己問我都會說 但我發覺 原來這幾年 在馬鈴老 其實我沒什麼機會用到粗口 我藏了很久 但我一回來發覺 她們好像常用語 她們好像常用語 我在身邊突然聽到 咦? 以前很熟悉的語 又在外面出現 即是常用語 很多時候可以用到 對 而且經常在身邊突然聽到 馬鈴老實說真的 我沒有怎麼聽 我聽人說義保 因為廣東話實理 很多人說粗口 但我都沒有在義保聽到 但我在香港是會有人經過 在身邊擦身而過 聽到 嘟嘟嘟嘟嘟嘟的 你都不知道 她不是在罵人 她只是增強語氣 她只是座語詞 肯定這句話 但是她就是要說的 在電梯上也是 一個女生 穿著美容師 那些化妝師 那些女生 坐電梯上 按著電梯上 按著電梯上 跟你同一個電梯上很小 她都照樣說 她都很粗口 留言 她都照樣說 即是她們很普遍 很普遍 其實我覺得 以前好像沒那麼厲害 以前不會在街上說得那麼厲害 尤其是女生 對 以前女生不會說得那麼開放 還有那麼明顯 我發現一些女生說錯話 很流利 流利 流利過我 她流利過我說普通話 好像 她覺得奇怪 原來真的有點變化 變化了 有些事情不用你說 你是看到感受 她的悶症 她的悶症 她的悶症是由底韻出來 我發現不到底韻 她的語言 行為身上發展出來 我自己有些感受 而且街上很靜 香港現在的街上靜 以前很多很多 好像一到八點多 就好像以前12點 以前很旺的街道 在正常時間都靜了很多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還有最後一件事要說的 就是很奇怪 馬來西亞打針是一夫八應 還有之後爭著打 但是我居然有其中一個的士司機 跟我說 她繼續堅持不打針 我還覺得很奇怪 你的是的士司機 為什麼不打針呢 原來他們那種 選擇打針的民意 和意願和民主 在他們心裏還是那麼堅強 我在馬來西亞那些人說 打了啦 打三針 四針 五針 六針 七針 他們還會說打不打第一針 和不打第一針 我心想 你還有這個選擇 為了別人那種安全 為了自己 為了對方 而且還只有的士司機 你又這麼危險 被人傳染你 你又有機會傳染別人 為什麼你的的士司機 都可以不打 又可以開工的呢 很多國家都覺得 你沒有打針 不讓你做這件行為 不讓你上班 他還覺得 我暫時 我選擇不打 他說他選擇 我說你為什麼選擇 人家生活呢 沒有啊 我一火工我寧願回家 我寧願不出街 我寧願哪裏都不去 我就是要不打 我就是要不打 我就是要固執 你明白嗎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不是體驗主權 體驗人權的一件事 是嗎 他是那種固執性 就是我就是要不打 但是我問他為什麼 他講不出 他就是我要不打 就是我就是要不打 就是這麼簡單 我要不打 因為他有權選擇 對 他就是選擇不打 是啊 當然這個是民主社會 可能還是 他就給他們喜歡不打 就是不打 但是其實很艱難 不打 進到安心出行 基本上什麼都做不到 你餐廳都進不到 其實你看到一撤人 就固執成這樣 我寧願什麼都不做 就是不打就是不打 就是我都已經遇到了 但是我暫時還沒看到 有人打針 所以我帶他做一個 公共交通的司機的服務員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所以 就是有些事情 還有香港還很注重 口罩啊 COVID啊 每天4點鐘 政府在電新聞報數 其實我覺得這個報數好像很無遺 這裡好像很人心惶惶 不是 就是我覺得是太強調了 那件事 他好像將這件事很強化 還要在電視裡面的國際法令強化 就是講到的數字 今天講到九千多單 有十多人死了 但其實我覺得很多人已經淡化了 不理 其實說真的沒有COVID 世界都每天有人死的 是啊 你不用每天 難道如果沒有COVID 難道你每天拿到醫院的死人的人數 以下的新聞報數 今天伊麗莎白醫院死了3個人 接著就將幫助醫院死了5個人 是 接著就旺角 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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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小時都說 那你變成全天都在說這件事 好像將這件事很強調 但你應該全世界發生很多事 其實可以講講其他事 其實大家開始漸漸走向淡亡 這個病毒真的不是那麼強 是 是一個很淡的病毒 其實需不需要那麼… 不知道 那麼著迫 要不需要那麼著迫 要不需要那麼著迫 其實我不明白 好像跟社會有些不接軌 你整個社會 不是社會 是從地球 你跟整個地球 所有國家的想法有些不接軌 就是 好像自己孤立自己 其實可以 日本 台灣 馬來西亞 周邊的國家都開放了 所有東西 泰國 那還可以這樣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 學習和病毒共存會好些 還有你想想 我們現在回來 六日七日八日 第一日就要飛機撩 然後第二日又撩 第四日又撩 第六日又撩 我想問你有哪個人 能夠容忍日撩夜撩呢 我明天就是第六日 對呀 我臨走都還撩 明天在哪裡撩 明天在這裡撩 又撩 撩到喉龍丁都損了 其實消失常這樣撩法 我純粹個人意見 以上說話純粹個人意見 不代表本台 本台頻道立場 就是 就是 這個純粹個人感受 還有那些設施 那些設施 都很 沒有人的 每一個場地都一個 兩個人在那裡撩 其實 是不是浪費公帑 就是已經 你擺這麼多設施 擺這麼多物資 擺這麼多人物 擺這麼多人物 在那裡搞這些東西 就是值不值得呢 其實全部都是稅項的錢 那反而我又要賺 換身份證那裡人力 物力 機器 系統 還有所有事情做得很好 手屈一致 它自動化登記 自動化資料 把身份證下去 就完全知道你所有事情 它幫你排隊 又不需要有很多人接觸 有每一個櫃台 好像銀行那樣幫你處理 你的那個影相 就沒有身份證的問題 這件事 即是不是整個人說它 你不好 這件事真的做得很好 就是很好 就是這個應該要賺 馬來西亞拍二百下 馬屁都未穿得上 真的做得很好 他因為他跟我拍照 他還說 這張你不如多拍一張 他還建議我拍一張 就是選 然後選 他在某些方面 真的做得很超綽 是 但有些事情又不 點點點 就是其實 純粹是 今次回來 Evvain 碰過做過 用過吃過的東西 和生活的東西 有一些點滴的感受 對 因為明天過了粉絲會 就回去 就回去馬來西亞 那就帶你床上做個紀錄 好了 拜拜 記得訂閱和Like我們的頻道 好了